维护国防安全军方和中科院频繁在东部外海进行火炮演练 统计1到5月份就有147天在操演 期间部分海域受管制 渔船是不能出海的 而4到6月份证实渔汛旗 渔民的生计也因此受到影响 经过立委刘兆豪召开了协调会之后 国防部云落明年开始演习会避开渔汛旗 港区停满一艘艘渔船 全都受限火炮军演不得出海 渔民生计大受影响 依应国防需求 国防部和中科院近年频繁在东部外海 进行火炮试射及军事演练 光是今年1月到5月底 相关单位已经进行 一级规划中的实弹射击天数 多达147天 而演训期间 为了安全起见 部分海域实施管制 渔船不能出海 否则就会被依法告发 立委刘兆豪接获成型 邀及国防部 渔业署及中科院三方协调 我们预估管制大概 三千 你们三千这个是会连着吗 还是会跳 有可能会跳 会中也达成了结论 国防部也答应在规划 明年的火炮演练的时候会以6月底跟7月来做一个考虑 那中科院也会尽量的缩减这样的一个演练的一个天数 每年4到6月正值余训期 渔民受限演习 无法出海捕捞 生计受影响 经过会议协调后 国防部表示 明年起会尽量避开余训期 而中科院施设也会尽量避开或减少次数 并于会建立立即通报机制 另外针对木林经费的合播对象 国防部将会再演绎 近期三大会台东市报道